女子三团的前天一和王毅迪 苦战五局以3比2险胜 女子五团的李嘉义和狐狸梅 那么现在呢 第二场比赛呢 根据这个赛制啊 是双方的 第一单打呢 则是刘希 这个萧球的打法 旋转变化比较多 但是萧中呢 也带攻 另外呢 就是她的反攻啊 就到了中远老定人 右手横拍 快攻击和狐圈打法 在09年的时候呢 进入到国家二队 相对来讲呢 就是刘希啊 她是典型的这个正手能力不错 打消 消中反攻 连续啊 还是用反手发球 这个 8强 包括呢 在这个16进8的 一场较量当中呢 她是以4比3 连续的正手远销 放短球 确实打消球啊 一定要注意一些 嗯 好的啊 这就是我们 只要有合适的战机 一定要捕捉住 嗯 像这个进销 主要是逼脚 对对方这种轻拉球 哎呦 这个球有点运气 好的 大家看就是刘飞 正反手的远销 那么对于对方的 放短球 再摆短 然后线路变化 嗯 这个中球防的不错呀 好的 所以今天这场 巴金斯的比赛呢 还是非常有意思啊 我们可以 联3单打 那么 女3团 第3单打 今天是由王毅迪出任 而女5团的 第3单打呢 是狐狸梅 又是一场攻销大战 反攻 哎呦 这一半可惜了 再反攻 球非常灵活 跟进的速度要快 这是个提拉弧圈 反手用生胶 像猴鹰超 反手用生胶呢 就是它这个速度会快一些 长胶呢 主要是对旋转的控制 好的 但是呢 主要就是 狐圈球啊 发明狐圈球 随后呢 我们中国 从50年代末 60年代 开始之后 就是中国特色的 纸板快弓 到现在呢 这个狐圈结合快弓 或者快弓结合狐圈 这成为主流打法 销球是一方 那么狐圈球呢 是专门来克制 销球的打法 当然销球呢 它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现在的销球 不是一位选手 比如说 从43年生平赛的丁松 开始 包括猴鹰超老将 去年还拿了 全国紧平赛冠军 那么韩国的名将 这个时候远消 连续发力 再逗挡球 再提拉 都很耐心 防的真不错 反攻机会 刘飞呢 基本上就是用 这一套的发球战术 但是呢 反手发球 它这个落点线路 有些变化 好的 这个大脚也防住了 再连续放短球 反销进脚 好的 就是这种球 标球手他们的顽强 就他们这种韧劲 有的时候呢 会超出你的想象 连续顶周的重板之后 好的 嗯 杀中路 放短球 嗯 耐心的和对手周旋 在加力 在加力 嗯 这个球 嗯 像这种 8比4 太被动了 嗯 11比4 流戏一股 嗯 连续的反手搓 再放短球 嗯 再放短球 嗯 突然发力 加速 哇 两板重板 确实是防得相当出色 我们看啊 通过短球的控制 来跟对手周旋 啊 有了较好的机会 在发力啊 就是我们看到这场球 虽然也 在一些反规 反攻的机会当中 啊 希望能够 主动 还是长短结合 嗯 最后是刘飞下网 好 我们看刘飞是要了 嗯 这个球 连续刹中路 继续放高球 再提拉弧圈 继续反手搓 正手攻 这个呢 我们对刘夕今天呢 印象深刻都知道 相对来讲呢 他这个攻击力是比较有限的 虽然我们也看到像 虽然 三 六 这个暂停也中断一下刘飞的 目前的势头 嗯 连续的防高球 再拧起来 放短球 看这个多板 谁能坚持到最后 嗯 连续一板 继续耐心的进销 嗯 再突然发力 哦 这个球啊 就是在多板的相吃过程当中 刘夕呢 实际上就一板球 没控制好 这个回球冒高 8平 又是正 嗯 连续防重板 9平 还是反手的机长球 嗯 供一个直线 再加转提拉 好的 非常漂亮 拿到这局的局点 10比9 再冲 放短球 啊 刘夕最后 对女子舞团的第一单打 刘夕 啊 除非说对方的进攻 重板 有的时候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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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手拧一板 反手拧一板 跑的 跑的 2 1 又是放短 就要面对销球手啊 3 4 连续的正手远销 反手进销 嗯 哦 这个球啊 就这个重板 两人实力相当啊 虽然打法不同 所以就要看关键分把握了 6平 继续放高球 还有 哎呦 不错 啊哈哈 嗯 最后 这球防得很精彩 这球防得很精彩 这局当中啊 刘夕有两个运气 好的 漂亮 哦 哦呦 哦呦 关键时刻啊 刘夕这场球真正的运气球 其实刚才刘希呢 她的想法呢 自己的发球来抢攻 好的 反手短球 长点 刘希的发球比较有力 看一下 反手放短球 连续的白短 正手在提拉 连续两个放短球 反手搓一板 正手在拉 再拉那两个中性球 再加力 好的 加力的斜线 这个球对于刘飞来讲呢 那是无能为力 还是在自己 我们看呢 现在 流行 这是机会 这赢一场球很难 这是一个拍击 能不能把握住 放慢节奏的加转弧圈 再放短球 反手搓两板 正手在攻 但这种球呢 刘飞防得非常好 加力 最终啊 可以说这场比赛 刘希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谢谢 谢谢 谢谢